很多朋友眼睛会了,手还不会 今天分享给你六个咖啡拉花的技巧 看完我们的千层心就十拿九稳了 来跟着我们的镜头 首先就是我们拉花钢的流距 那这个是流距高,这个是流距低 第二个就是水流的大小 这个是小水流 这个是大水流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做图位置 在背口前方去出图 有很多朋友不知道是从哪里出图 背口前方出图 一边倒一边倒,倒在中心 回正之后拉高,小流量移动过去 第三个就是晃动 很多朋友说我们在左右晃动的时候 应该晃动多少 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控制的 左右晃动的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去掌握的是流量越来越多 因为在流量越来越多的挤压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让我们的左右线条非常均匀的对称 在制作的时候 我们左右手的协调回背 如果说不回背 那必然它撒了 撒了之后 即使再优美的图案 它从背边撒出去 其实也就没有了 第一个流距高低 第二个它流量的大小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坐图位置 第四个就是回背 第五个就是摆到第六个 我们在制作完最后的时候 比如说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去控制流量 小水流移动 填一下折缸 将它折入我们刚才大的这个拉花缸里 摇好我们的浓缩咖啡杯 咖啡杯倾斜 小水流注入高流距绕圈进行搅拌 拉花缸压低 从杯口释放奶泡左右晃动 晃动到中心形成半圆 拉高小流量收尾 一杯好看的咖啡拉花 爱心就做好了 新手入门 比较好